我说孩子快给我生日了 然后我妈说 都不用担心了 孩子两天一直在说 妈妈你怎么还不回来 你是不是迷路了 你是不是不认识路回家了 我知道你也有要守护的人 你也是个孩子 披上白色的衣裳 告别了那个他和爸爸妈妈 小黑夜中的星光 照顾多少人的期望 我不是只是观看它 因为我是个迷惑 但我只是拍摄它 你是守护我们最美的颜色 用生命照亮我们的希望 你也会害怕 就绝不后悔 只是想起你的宝贝 你会泪流满面 我没见过天使 也许就是天使的模样 也许就是天使的宝贝 因为有你在十年 用你小小的前方 守护我们的笑容 让爱和希望流转 让生命没有伤害 带彩虹洒满天空 我们紧紧相拥 你随守护我们最美的颜色 用生命照亮我们的希望 你也会害怕 却逆风前行 只是最怕听见家人 对你的牵挂 你是守护我们最美的颜色 在风雨中撑起希望的伞 你说你是怎么 就绝不后悔 只是想起你的宝贝 你会泪流满面 你是守护我们最美的颜色 用生命照亮我们的希望 你也会害怕 你会害怕 却逆风前行 只是最怕听见家人 对你的牵挂 你是守护我们最美的颜色 你是守护我们最美的颜色 在风雨中撑起希望的伞 你说你死了呢 就绝不后悔 就绝不后悔 只是想起你的宝贝 你会泪流满面 我没见过天使 也许已经是天使的模样 原来岁月情好 是因为有你的陪伴 这也是主动要求来的 我觉得是自己的专利吧 因为毕竟我在前线 我还能做一点 我自己本身是个党员 肯定要带头往上走 我不都等着别人带头我带头 把这个传染员给控制住了 大家就没那么危险了 大家好 我是石小鹏 首先向所有奋斗在一线的 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致敬 谢谢你们 也希望我的这首作品 能给你们带来一些温暖和力量 谢谢你们用生命守护我们 我们一起加油 祝愿所有人都平安 我们一起温暖和力量 这样的费用 最后用力量 有东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